这叫做这里面的道理 叫做不可说 不可说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对吧 每个人想法也不同 但是毕竟我们在讲是结果论 你把抄码的位置放在心中 越是为主要 这生活生命中的精彩就多一点 尤其现在的红尘 明确是长这样 很容易让你迷失的时候 如果平常你把抄码放在中间 你就比较容易从红尘抓回来 如果你还好 也许可能是红尘的一席礼 一晃动就不见了 不知道正到哪里去 这个是平时我们讲有思想无识 你听了你觉得好像就这么回事 但是你的心要用功夫 用在正道上去把你的生命的定位定好 这是重点 好 每个礼拜聚一下聚一下 这才会熟悉 对不对 你每一天看着抄码抄码抄码 你的心要印进去 抄码是你生命的重点 你的生命里面就因抄码而昌生 有的时候你说是不是这样 你自己去试就知道是来之不试 嗯 这两天我看到 学员 给我看我们 这个 抄码又诱饵 是吧 现在在唱导师的歌 唱的有模有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成人 对吧 不管你几岁了 人家小孩子 幼稚园 都唱成那样子 你知道人家唱多投入 可以开这个半唱带 或不开半唱带都可以唱很好 而且唱起来有时候眼睛还眯一下 很陶醉 你有没有 有 看一下你陶醉的样子快点 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抄码又诱饵 是吧 看到我就觉得很欣慰 当年那个小一个小孩 现在长大了 对吧 小学了 穿着校服 真的就像电影里面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小时候然后长大了 你就看这个小孩 穿着校服 这个样子 就是将来大概要做大事 就这么有 有这种前景的 所以跟着抄码走 是吧 这个 连小孩都收益 是这样 时间的洗礼 你才会看出来有什么不同 如果当时他的父母 三亲二义 现在老老不知道去哪里 人生中 总是有 阶段性的课题 瓶颈 只是看你怎么看 怎么去 以什么为主 是吧 因为太多的 太多的线索 让你实在很难决定 就是说 哎呀 我是往左边呢 还是往右边呢 哎呀 这样怎么办呢 但是在那分秒之间的抉择 后面就影响着 每一个人的未来 包括自己的家人 所以这些东西啊 都是功夫 都是伙候 平时就要想清楚 在事情来 让你抉择的时候 你还知道如何选择 否则就是擦场而过 到头来 有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